主料,瘦肉200克,鸡蛋两个,补量,油,盐,糖,玉米粉,番茄酱,葱段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碎肉,我在上面还加了点冲力金用盐,糖,少量生粉和酱油调下来,鸡蛋两个,打在碗里,把鸡蛋打发均匀,然后热锅,加油,把蛋液倒进平底锅里煎成蛋饼,把蛋饼取出放在盘子上, 然后铺上碎肉,把它卷起来,放进锅里隔水蒸约15分钟,蒸熟后,就切成胯状,拼出形状来,蛋卷最后一段烧流长脸做个尾巴,然后,让两根葱头拼上去,再加点番茄酱点在上面,这样小孩子就特别喜欢了,烹饪技巧,蒸好蛋卷时,要注意不要太用力,切饭们就不好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欢迎TQ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